我平時工作是做甚麼呢 就是除了內部開會 設計計劃之外 很多時候都是對伴侶 通常是Android的開發者 他通常有一盤Android應用的生意 應用程式的層面可能是一些公司 例如音樂、娛樂器或一些公司 甚至是一些新聞應用程式 基本上每一個商業 如果他有應用程式做好一點 我都會盡量幫他 我亦都面對一些遊戲的公司 他們的遊戲公司 很多時候需要幫忙的就是 我要出海了 除了香港要做好之外 我怎樣可以在台灣、日本、韓國 或者其他國家、歐美地方做好一點 當時我們就要給他很多提示 可能幫他在數據上做些分析 或者亦都幫他去爭取Google Play Store 上的一些推薦的機會 其實在Google工作當然是自由 不然也不在這裡住了這麼多年 我從未結婚到結婚到生兒子 一直都在這裡 我發現最大的得著反而是生兒子 因為他給我的自由度上太大 因為你之前未結婚 你一天就是工作 然後就是下班 不過到你真的有了小孩之後 你會有很延遲的工作時間 譬如你跟你的管理員溝通完之後 他可以的話 當然是可以工作從家的時間 我現在暫時就是上午的話 有很多內地的會我就是在家開的 起碼和小朋友都有少許時間 去交流吃早餐 我下午就回到公司 就會有一些外地的會議 所以這個是其一 其二就是當然有時候 工作上需要都要旅行 其實旅行都很複雜的 如果你想縮短你的旅行 在週末之前回來等等 基本上很多時候 都是你自己說是自己主意 甚至可以帶小朋友上班都可以 譬如說想和你吃個午餐 其實我兒子最喜歡吃Google的東西 因為不需要避忌 所有東西都沒有味精 然後基本上我自己都不用帶飯給他 他就來 基本上就是陪我們吃差不多的東西 其實小朋友很開心 還有他有很多地方可以讓他玩 讓他坐 譬如我們有一個好像瑜伽室的地方 Yoga room 他可能可以去裡面有很多大的球 讓他玩 然後有一些cushion 有一些quiet area 有個好像小型圖書館 通常我都被他捐進去裡面玩 整個工作其實不是work life balance 其實已經integrate了 work life integration 所以我又覺得 我生活中的時候有時候可以work 因為其實所有信息都是on mobile 有時候partner找我都是一個拼 所以很難把生活和工作分開 不過這件事就是對我現在覺得 其實我是prefer的 我是喜歡的 而且我覺得是很方便 公司的設施 其實就包括早上午飯 午飯 每天就免費 每天都不同 因為他又要換下菜單 令我們不要吃得那麼悶 亦都要維持我們的健康 美味之餘 其實都應該是很健康 或者沒有味精 另外我們又新開了一個咖啡的area 有個barista在這裡 即是幫你沖咖啡 他更有趣的地方 就是每天都有一個theme 剛剛上次就是rose latte which is my favorite 另外我們一個禮拜有涼堂 免費的瑜伽班 就是下班之後可以上 有gym allowance 有beam ball 桌 還有一個睡覺室 睡覺室就是 如果你做到很累的話 好像有三張床 那你就可以鑽進去睡覺 睡一會就出來 即是refresh一下 我們又有個mother's room 就是如果你剛生完仔的話 總之你要去breast feed的時候 你可以進去mother's room 然後有設備 給我身手媽媽可以去 可以一路去做 即是做一個good mom 亦都可以繼續去工作 也想要來我 就在你的臉上